大家好,我是小徐 看我这个背的背包 这几天我将会在养老公寓 每天40块钱 然后沉浸式的体验养老公寓 就是这个楼 然后我们进去看看 看看房间 发现多了几根白头发 开了一个房间在17楼 17楼的这个房间 就这个房间 书包太沉了 装理装理东西 好了,东西收拾差不多了 带大家来参观参观这个房间 一天40块钱 窗外这些楼都是养老院 就像个小区似的 跟家里住没什么区别 这个房间看起来有70多平 是属于一室一厅 还有一个卫生间 在进门的左手边的有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小厨房 可以自己做点东西 用水的话这边有两个水龙头 这个是这个净水器的 就是平时喝水的话用这个水龙头 然后平时洗菜的话就用这个 当然这个养老院吃饭嘛 也有餐厅在这个一楼 在楼下 然后这个是属于自选购买 这个花销看你自己 看这个卫生间好宽敞啊 也可以这个洗澡 小回楼也是热的 一个卧室两张床 还有一个大落地窗 可以在客厅这儿晾衣服 这儿晾衣架 然后空调电视都有 空调在北方来讲的话 冬天空调就是个摆设 根本就不用 冬天的供热呢是地暖 在房间一般都得开窗户 可能这个很多人不了解 现在这个北方的冬天 北方的冬天还是很好过的 我为什么拿了一个短裤呢 因为在房间里面 温度都有个26度 现在屋里就挺热的 256度 然后就是平时在家里的话 就可以穿这个短裤 这个有个厨房 我不能浪费了 体验这几天的话 我得弄个锅 弄个电磁炉什么的 去周围买买海鲜什么的 自己坐一坐 总的来说呢 这个房间非常宽敞 非常大 然后价格也非常的便宜 这个什么东西都比较齐全 体验的话只能体验 最多体验7天 然后一天是40块钱 然后如果是冬天来过冬的话 到4月30号是1500块钱一个月 这个房间水电呢都包含在内的 过来当邻居吧 来体验养老嘛 先认识认识人 先看看同楼层住的老人 去他家串串门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